大家好,我是戴戴家云吃日本的美食日报 大阪排名第一的蟹料理专门店 最近在新街小开了新店 这家店不仅一年四季都能吃到现杀的活蟹 而且有各种做法 今天来看看到底好不好吃 看来店家的人员真是不错 开机的鲜花都吃了这么多 通往房间的锅道边是一个大水槽 店里面也是相当宽敞 有吧台座位还有包间 这个就是今天的主角 毛蟹和雪蟹 毛蟹算是任何世界都能品尝到的品种 一般用的比较多的是夏天到秋冬这段 经过脱壳的蟹 但其实冬天到初春这段时间 寒冷的海里浮游生物丰富 这期间毛蟹肉质也是又大又紧实 首先是前菜比较有季节特色的小菜拼盘 煮文革挤上清宁 呈现出鲜美味的同时又不是清爽 烤卤笋搭配山椒芽 带来了浓郁的春季风味 脆嫩的竹笋有淡淡的玉米香气 酱油四苦的金香鱼赤身 还有初日劲子的虾 都是比较偏重口的调味 适合配酒 前菜的出品也都可圈可点 在吧台里在食客面前现场拆蟹 也是这里的一大亮点 看着螃蟹被熟练的拆解过程也是真的过瘾 刚刚拆好的蟹腿就直接放入冰水里 蟹肉直接开花 冰水不仅可以保持蟹肉的鲜嫩和清爽 口感上也会略微提升 第一道就是生吃蟹腿的刺身 柔软又鲜嫩 由雪蟹腿和毛蟹腿对比着吃 可以清晰地分辨出它们的差异 毛蟹腿的话 甜味更加浓郁一些 而雪蟹腿肉鲜味则会更加饱满 第二道菜是蒸了短短20秒的半生蟹腿 主厨说这个火候他们失措了很久 才有今天的最佳口感 经过轻轻地蒸煮 蟹肉的绵糯口感的同时还略微带有一丝韧劲 既保留了生蟹的嫩滑的口感 又带来了熟蟹特有的鲜甜风味 第三道菜是烤的蟹肉 店里会帮忙全部剃除 免去了麻烦只要吃就行 蟹肉虽然失去了半生状态的嫩滑口感 但它的甜度却达到了巅峰 还有淡淡的炭香 第四道菜是甲罗热酒 别具一格地采用了蟹壳作为容器 融合了清酒和蟹味增的风味 在加热的过程中酒香和碳香交织 再混合着蟹味增的浓郁风味 非常上瘾的味道 第五道菜煮的毛蟹加了鱼籽酱 咸咸的风味为它趁得出肉的鲜 最后再加入毛蟹的蟹黄 鲜中又多了一些浓郁 第六道菜碗物以出汁高汤为基础 加入了鲜美的蟹肉和金木雕 汤汁经过了勾芡的处理 味道鲜美甜度高 金木雕鲜嫩嫩可口 为整道菜品增添了丰富的层次和口感 第七道是蟹腿的穿上锅 有雪蟹的蟹钳和蟹腿和毛蟹腿 毛蟹是小短腿 还没有雪蟹的钳子和肉朵 涮煮之后味道的差距没有那么的大 不过印象最为深刻的还是雪蟹腿占蟹味脏 蟹味脏凝聚了螃蟹体内的精华 浓厚香醇的风味 直接给蟹腿拉升了一个新的高度 接下来是主食的环节 主食是蟹肉米饭搭配腌子的鲑鱼籽 主食里面的蟹肉放的比较少 所以吃起来不是特别过瘾 最后的甜品是熟成了两周的蜜瓜 熟得很透 汁水足也很甜 虽然现在不是螃蟹最好的季节 但是可以在大阪一年四届都能吃到活蟹 而且有较高水准的地方还是真的不多 刚刚开业 服务方面还有进步的空间 这就是蟹肉米饭搭配腌鲑鱼籽的鲑鱼籽 请不吝点 谢谢 谢谢 干杯 干杯 等天气凉了 秋冬季螃蟹进入最佳的时期 我还会再来试一试 之前想吃活蟹我都是去到东京的北福 现在在大阪也能吃到类似的螃蟹专门店了 非常的方便 选吃螃蟹的朋友可以收藏起来的一家 今天又是开心的一天 拜拜